今年过年一定要试试做一道双瓶火锅 我最爱的就是一大家人围坐在火楼旁 感受温馨和幸福 小时候每次过年都是妈妈采购年货 那时候物质条件不好 但妈妈总能想法子做出一桌美味 如今我也做了妈妈 最近忙着采购年货 打算今年的年月饭我们也要吃火锅 现在呀可比以前能吃到的火锅口味多多了 这是我们家今天从沃尔玛超市买的火锅底料 好多口味可以挑选 今天我们家就吃番茄和瘦喜锅 老人小孩都喜欢 而且现在沃尔玛还支持异地购买 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能送 我先尝一遍 把最喜欢的口味寄给外甥老家的父母好姐妹也尝尝 水开之后依次放入我们喜欢吃的配菜 盖上盖子在小火焖煮10分钟 开盖先喝汤 这个云南树番茄锅底酸酸甜甜的 里面的配菜也是非常的入味好吃 尤其是这个寿喜烧汤底更特别了 小朋友最爱鲜甜鲜甜的 这一大锅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的 真的是心满意足呀 再喝完汤太美了 上完火锅最后汤再煮点面条 看这个汤汁都挂在面条上 真是太满足了 好 好 谢谢观看